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总司令 今天台北股市加权指数涨了几点 涨了113点 但是今天对我们来讲又是什么盘 又是一个灯 两个灯 三个灯 四个灯 五个灯 五灯奖 又是五灯奖的版 不过我们今天只有拿四个灯而已 待会我们慢慢看 我最近我一直在跟各位讲 你有没有好好的去享受空头大屠杀 你会发现现在市场的资金 还是在航运股 成交值第一名 对不对 长荣八百多万 八百多亿 阳明 万海 还是这三党 你会发现每天每天 对不对 都有人在那边冲进冲出 但是到底赚钱还赔钱 我相信大家看得很清楚 是不是 前几天长荣说对不对 这个礼拜说超级航运舟对不对 从礼拜一跌停 礼拜二跌停 礼拜三跌停 礼拜四跌停 不是吗 每天都有人说 什么长荣出关多 什么阳明什么多 万海什么多 昨天长荣跌停板 超级多 那今天长荣又跌停了 又有新的一批跳进来说 我告诉你 明天不会跌了 明天会反弹了 真的是这样吗 佳老师不是告诉过你 我说原物料股 这些景气循环股 他们的下场只有一个 叫做什么 肩头反转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还没结束了 还没结束了 等到你以后看到 那个成交值前十名 前十名 你都看不到 货柜三雄这三档的时候 大概股价差不多才会落地 你先把教育老师这句话记在这边 你只要看到那个前三名 都还是长荣阳明万海 股价还没结束 都还会 以后还会再跌 只是可能反弹就跌 反弹就跌 就这样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 我还是要稍微做一些澄清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网友可能不是故意的啦 但是 因为现在你知道吗 我就讲嘛 现在那个网路上 那种带风向 的那种效应太可怕了 有时候可能只是你无心的一句话 后面就有人说 啊就这样啊 后来三人成虎对不对 五人不知道成什么 十人就更不知道变什么了 对不对 所以家伟老师还是要稍微澄清一下 就是说我大概在今天早上十点多 那个航运在杀的时候 我看到几个网友在那边讲 就是说这个F网友说 这个家伟昨天也说 不用再追空航运钢铁了 哈 我昨天有讲这样的话 好 家伟批 批网友说 家伟可惜啊 昨天回补航运 这个就变成完全造谣了 你知道吗 我昨天哪里回补航运呢 你跟我讲 哈 然后这个说 话说家伟老师不是说今天要空电子吗 有的空吗 我昨天节目测标下 下一个就轮电子你 可是我没有说今天空 好 你去看哦 所以我今天节目标题 这个标题我就想说 你节目要看清楚 不要自己乱讲 我昨天告诉你不要追空了 是说来 我真的 你不信 你去对我昨天的节目 我昨天是说 我从7月16号开始空航运钢铁造纸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从礼拜五空的 空到昨天已经这样 5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 空到昨天已经空4天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们先从外围开始空 像这个义航 对不对 礼拜五空 从快涨停板这样杀下来 礼拜一 礼拜二 到昨天礼拜三 我说你看天天跌 是不是 我说 你也不用再追空了 我讲的是这个 你也不用再追空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昨天 我来不及做 它的K线图给你看 因为你自己去看 义航跌多少了 义航跌多少了 这一波尖头反转 跌到昨天已经47.6%了 投资朋友47.6% 快五成了 股票已经跌了50%你还要去追空吗 是吧 是吧 好 正德 一样 从上礼拜五开始空的 空 跌 跌 对不对 昨天开高杀下来 跌8%多 不要再追空了 我讲的都是我礼拜五的股票 我说那个外围的股票 你自己去看 你不要以为这样跌很少 我应该没算错 49.6% 我是有点怀疑 因为我刚刚算很快 不过我不知道 对不对 很夸张 可能我有算错 可能没算错 我不知道 对不对 可能我算错 应该是我算错 对 我觉得这不大可能49.6% 这个是我算错 这我算错 因为我那个可能分子分母算错 因为刚刚很忙 中行你看 我空下去第一天跌7% 第二天跌5% 第三天跌5% 昨天又跌了9% 连续四天大跌 你还要追空吗 肩头反转也跌了快四成 短线应该要跌满足了吧 所以我说你这个不要追空 OK OK 我没有说全部的航运不要追空 我今天我还是有空两档航运股 当然都是昨天空的 然后这个滑指 一样是上礼拜我空的 没啥跌对不对 没什么跌对不对 我昨天也跟各位讲说这个也算了 这个我今天大概要把它补掉 我今天我有讲啊 为什么 因为你看嘛 它从高档这样肩头反转下 虽然它没有跌很多 但是它一波斜斜的这样跌下来 会不会反弹 会不会反弹 要空未来反弹再空啊 融成 对不对 这个也不要再追空了 所以我昨天我在节目上 我讲说不要追空了 我讲的是这些股票 所以我昨天没有讲不要追空航运跟钢铁 我们今天主力放空的还是钢铁股 不然请问一下我们四个灯怎么来的 是不是 所以节目要看清楚 有时候不要乱写 我觉得你们不是故意的啦 但是会带风向你知道吗 好 然后这个 这个我就不解释了 我昨天根本没有补航运 这个我就不解释了 然后话说老叔今天是不是要空电子 我没有说今天空 我昨天我甚至我昨天的动作是 我昨天是回补彩晶耶 投资朋友 是不是 我说我们放空要怎么样 从高档有利多空下来 然后空到低档 你看到利空的时候就回补 所以我问你啊 航运钢铁你看到利空了吗 没有吧 是不是 所以昨天我们看到彩晶 7寸小尺寸面板反转向来 这是不是利空 这是不是利空 所以我们昨天把彩晶回补 我说未来反弹在空嘛 资金抽回来 当然还是先去空船站股 是不是 那你自己去看看616财晶今天怎么走 昨天补得漂亮漂亮 是不是 好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看喔 这就是我今天早上 昨天美国股市是不是又大涨 今天早上台子期一开盘涨166点 我给我会员今天的盘式看法 我把我今天的操作通通都写在里面 好你们仔细看 来 第一点 里面分三个大点 来导播放大 现在是美国的超级财报周 对不对 所以带动了美国股市持续反弹 昨天反弹第三天 但是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的是亚洲的资金回流美国 这很不妙耶 美国股市反弹 为什么我们台北股市都开高走地 你真要这样讲的话 今天台北股市应该也是开高走地 对不对 都是靠最后尾盘偷拉一下 昨天也是尾盘偷拉一下 对不对 为什么会开高走地 因为资金回流美国 你懂我意思吗 好 第二个我讲航运股 航运股连日大跌 已经让许多投资人套在高档 筹码结构已经改变 以前是法人跟大户握有筹码 现在是散户握有筹码 而且很多人我看得出来 很多人不甘心 输得不甘心 嘴巴讲毕业 嘴巴讲毕业 看到他隔天跌停 又觉得又有更便宜 天天都特价 天天都打折 对不对 又冲进去 所以呢 股价虽然今天可能出现反弹 但是盘中只要涨太多 就会遭遇到解套麦牙 你去看这个长庸 早上一波沙下来 弹起来 立马被关下来 早上一波沙下来 弹起来 立马被关下来 是不是 所以我说 我们会依照技术面操作 短线跌升不追空 有没有 我刚跟各位解释了 正德 中航 一航 短线跌几% 40% 50% 我们当然不要追空啊 等待反弹去反空 这是航运股 电子股咧 来 电子股方面 我们再让子弹飞一下 对不对 以前有部电影 让子弹飞嘛 我们再让子弹飞一下 等到动能用尽之后 我们会换股再防空 所以我一开始我要去澄清 一些网路上的言论 不然很多人真的以为说 我们昨天就回补了航运股 那你昨天回补航运股 怎么你今天航运股又变出来 不是这样子的喔 不是这样子的 节目看清楚 不然你可以去把我昨天节目再重看一遍 OK 好 所以 来 我们今天是不是回补中航 9点44分 对不对 你看 你看中航今天 你看 我们今天是不是回补华指 9点45分 我们回补容成 这都是我昨天跟各位讲要回补的 一航 跌了快50% 股价还能不反弹吗 正德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抽了五档资金回来 当然是各级会员 对不对 以目前为止 我们现在各级会员都还留有一档 为什么要留有一档 因为我想也知道会反弹 反弹再找给他投桥下去 你懂意思吗 所以明后天 对不对 应该是明天 我还是会找标的再去空 好 那我们今天回补了五档股票 我们今天做了什么动作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会有四个灯 我们今天主力放空钢铁股 来 这个是不锈钢嘛 礼拜二的时候我们开始空不锈钢 对不对 我说不锈钢最近很嚣张 报价再高档 我再跟各位讲一次 原物料股都是一挂的 只是谁先跌谁后跌谁先跌谁后跌的问题 所以你只要去抓到他的tempo 像比如说你看一行跌深了就会反弹 对不对高档的就会往下跌就这样 你就是去抓到tempo就对 但是整体的原物料股 就是我们所谓的传产股 它们都是一挂的 是同一挂的 就像过去几个月他们在涨的时候是不是轮流涨 一下航运涨完涨钢铁 钢铁涨完涨纺织 纺织涨完涨兆子 跌的时候也是一样 轮流跌 懂不懂 所以我们礼拜二看到什么 钢不锈钢断链报价大涨很嚣张 来空 礼拜二大成钢给他敲下去 是吧 昨天的大成钢早上反弹 对不对 因为大家还在那边嗨不锈钢 尾盘又跌3.25% 这惊天的大成钢 9.31分会员放空大成钢 9.31分在这里 平盘上 空下去最后跌5% 是吧 另外一档不锈钢的股票 一样很嚣张 叫做星光钢 礼拜二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下去 跌3% 昨天开小评告之后最后跌了快5% 今天呢 早上一样在平盘 空下去最后尾盘跌2.18% 第二档不锈钢的股票 然后这档是叶辉 对不对 礼拜二的时候他说人家说他出关嘛 我之前是不是拿叶辉的例子 我就是拿叶辉的例子跟你讲说 你不要去期待礼拜三的长荣出关 对不对 因为叶辉礼拜二出关被我们一空跌5% 你还期待长荣什么 是吧 昨天早上叶辉反弹 你敢弹我就踹下去 昨天又从这边 早上还弹了7.91% 快8% 踹下去 最后尾盘跌5% 这样几% 从高低点算的话13% 昨天又再空一次 今天你敢开高 再空一次 我们今天主力全部都是空钢铁股 对不对 我们把义航、正德、中航 对不对 还有两档造质股 对不对 我们换了三档外围的航运股 两档造质股 我们换出来 基本上都是往钢铁股砸下去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我们今天空这里 9点36分在这里 空下去就 碰6% 好啦 接下来就是重点 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四个灯 这档是不是很嚣张 前天还在涨停板 昨天开高走低 对不对 我们既然把资金换出来 就有钱可以空了 对不对 因为我昨天说我们已经空满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钱换出来 对不对 我昨天讲说我们空满了 所以今天我们要换股空出来 好来 9点56分 是不是在这里 反弹到平盘 踹下去 跌停板 一个登 同样道理 同样道理 大国钢 昨天才涨停 你不觉得莫名其妙吗 不锈钢 捏架都不知道涨到哪里去了 他昨天才涨停 代表他昨天是落后步障 所以今天直接就开低 开低 你看开低 还是得空啊 10点空 碰 第二个登 然后这一档抬拨 对不对 也是很嚣张 7月19号 礼拜一 创新高 终于 除全席可以空了 这一天除全席可以空 所以我说除全席第一天 我们空就直接可以从高档空下 你不信 礼拜二跌5.4% 就已经摘下来了 昨天尾盘小翻红 我说哇塞 我们昨天万绿从中就他一点红 是不是 好来 今天9点51分 踹他一脚 6.36% 因为最近玻璃报价不是还在高档 对不对 我就跟各位讲原物料的报价指数轮流跌 你报价在高档我反而就给你踹下来 对不对 那这长龙嘛 对不对 我跟各位讲你不要期待他出关了嘛 什么出关多哪有这回事 昨天从这里空 到尾盘跌停板这样几% 你算一下这样几% 昨天一空17% 17% 今天10点12分 对不对 趁他反弹10点12分再空他一次 第六根跌停板 四维航 昨天空他跌停板 今天再空他一次 一样10点13分 然后呢 这档阳明 今天第四个灯 但是他今天不能空 你看我们礼拜一空阳明 空在大海 193左右 193 我再跟各位讲一次 之前那个唯一一个清代会员158.6的那一笔单 隔两三天就小转 因为他不是隔天跌停板 对我们空下去之后隔天跌停板 隔天跌停板之后后来开始反弹 反弹最后小转一咪咪咪 回不掉了 这是真正带会员去空的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二 大跌9% 差一档跌停板 礼拜三 昨天跌停板 昨天锁了 锁是代表什么意思 今天平盘下不能放空 所以他代表他昨天关门放狗 所以你看今天阳明几乎没有平盘下 只有开盘瞬间开在红直接往下杀 所以今天根本空不到阳明 四灯奖 我当然知道你们现在会想说 今天很多航运股尾盘都有拉 我待会告诉你他们为什么拉 所以代表明天航运股有行情 我跟各位讲 你不要去想了 都还没结束 景气循环股都是肩头反转 你说长荣这次不可能 那他过去每一次都肩头反转 你怎么讲 为什么这次不可能 2603的长荣 我问你是不是肩头反转 是吗 是吗 40%了 对不对 那我之前讲这个国具 是不是肩头反转 所以等你看到他基本面转差 股价早就已经暴跌六七成了 所以我跟各位讲还没结束 接下来任何反弹还是要放空 传产股 只是谁先跌谁后跌的问题而已 当然我会带你做 所以这只是刚开始空头大屠杀 你要加入放空的行列你才可以享受 下一节目到回来 我们继续分析 陈东东部陈老师刻骨式大峰蝶 今天入会一律三八折大优惠 今天入会一律三八折大优惠 机会难得尽情把握 数价专线022752586827525868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陈东东部拥有股票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乘托托托付 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 陈老师刻骨式大峰蝶 今天入会一律三八折大优惠 今天入会一律三八折大优惠 希望难得尽情把握 数价专线02275258682752586827525 早前走到烦衣心就走 现在我们都有机会做法官 2023年国民法官制度要开始 最多案件第一心 有六位民間因素和三个法官 重处来生理 人民的观点、人民的感受、重处受重视 做国民法官不就是我们的困扁 也是我们的质任和义务 国民法官制度 使用我们总监坚定来支持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你现在还在瞧不起川普吗 家伟老师一直告诉各位 他是全球最大的空头 而家伟老师呢 是唯一一个能够正确解读出 拜登他行为的人 所以我是什么 基本上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一个 拜登的代言人 你看 不要说台湾 美国有谁解读过他的动作 对不对 121拜登机 杀爆台股 杀台机 对不对 2021年电子股大危机 对不对 美国众院通过基建法案 是原物料大利空 你现在回头来看 7月2号就最高点了 好 今天第一件事情 发生两件事情 更能证明家伟老师是拜登代言人 之前不是大家说拜登要 我说拜登要打海运对不对 大家说什么 没有啦 他只是要什么 查垄断啦 听你在讲 他是不是查了 你为什么要加附加费 点名十档股票 我们的长荣跟阳明在里面 万海没有在里面 你就知道为什么万海今天会拉 但是 他查了这十家 代表你其他几家可以涨价吗 都已经杀鸡给猴子看了 你其他的猴子敢涨价吗 还有这个 鲍尔继续唱歌 我说鲍尔他应该是不会连任 我在讲的时候没有人信 大家说鲍尔一定连任 我说鲍尔连任 拜登是鹰派为什么要让鲍尔连任 今天报纸明年二月届满 拜登另有鼠疫的人选 为什么 所以那我问你 拜登是鹰派还是鸽派 他当然是鹰派啊 所以我跟各位讲 这一次的台北股市 它是复制2008年金融海啸的前一年 这样的起手势 你自己去看现在的图 融资创新高 融券空单创新低 股价在一万八左右 你要放空还是做多 看仔细这个图 所以我跟各位讲 你现在唯有加入空投 你才能够享受空投 大屠杀的乐趣 来 这个专案 请各位好好把握 我们明天见 陈嘉伟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 盗用陈嘉伟老师照片 以及简介 收取不当之会费 以及开课费用 陈嘉伟老师 在此慎重声明 本人除陈总统故 联络电话之外 个人绝无经营任何FB Live或其他粉丝团 请投资人切勿 授骗上当 本服务公司 予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最及时 分析师精准盘式解析 随选随看真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随时随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巴刘花